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 可以自家669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 美国通胀高企家上受到疫情 内房债务风险等因素困扰 行指继续考验20,700点的水平支持 未摆脱近日弱势 中期方面 投资者可以趁大使回落 后低吸纳基本因素较好的股份 例如国策股 预料中期回报有望跑赢 国策加强支持 加上原材料价格下降 以及全国高温天气 都是利好家电股 股份留意海耳 可以从事产销家用电器主力产品 就是冰箱冷气和洗衣机等的白家电 去年中国和海外业务的收入各占一半 透过高端发展占市场 公司业绩比同行好 其中首桂盈利案年增加一成半 反映面对疫情挑战 经营表现对韧性 指望第二季 由于海外市场表现稳定 以及原料成本压力缓解 花期预期可以第二季收入 按年增长5% 盈利按年增长1成1 比起首桂价1成半 增幅是放缓的 不过在中国本土市场 仍然是表现出色 可以目前原三月延伸以来的 常升轨向上 策略上建议等候近期低位26.6 附近收集的 目标先提5月份高位大约30元 中长线可以参考主要大巷级 目标价平均36元 跌穿24.5就减车 即向下调整大约8% 中长线